同學那我們做一個 低面數的角色鍵模 同學現在Shift A 先把本來的方塊刪掉 Shift A 然後去點擊立方 就有這個 那你的方向 一開始先切到Y方向 不然會亂 它外方向是綠的嘛 它有什麼Y跟負Y對不對 反正就切到Y Y或負Y是沒有影響 就按GZ稍微上升一點 然後按Tab鍵之後呢 因為它現在都沒有格子嘛 按Tab鍵 然後把它用Ctrl R做切分 我們做垂直切分按一下 就是這個已經垂直切分了 那看不到的話呢 同學要使用Shift Z 來看得到 Shift Z就是 會把它透明化 那等一下快捷鍵我會重寫一下 好接著 一開始很簡單中間切一刀 然後橫向切兩刀 那怎麼切呢 你可以按下這個圈切 換一下Ctrl R都是一樣的 Ctrl R 按住之後拖動 我們把它切到大概三分之一 因為現在要做頭部喔 這裡 Ctrl R再一次 好暫時抓到這裡等同學喔 所以 我們 這樣說好了喔 正面切一刀 然後橫向切兩刀 這是頭部的雛形 就這樣而已 那你用Shift Z呢 去觀察它的細節 畫面還給你 好同學 那我們現在錄製 淨色這一段喔 就是 你現在一個方塊 分割好了之後 同學選面 選左半所有面 刪除 好 然後 左半所有面刪除之後呢 再把 用Tab鍵離開之後 按板手的 鏡像 接著有沒有成功 需要用Tab鍵下去搜尋喔 按Tab鍵選點 然後你選 一邊的腳 像譬如說你要做一個扭腳 然後移動一下就知道 這樣就成功了 好 請同學暫時做到 鏡射完成 畫面還給你 接著喔 那我們側面一樣也分三格 同學呢 你正面這個搞定 而且它是在鏡射狀態喔 那我們要操作都是右邊這個面 你不要管左邊那裡喔 好同學那 如果 你人在Tab裡面 就是在紫層級裡面 一樣使用CtrlR 那我們把它轉到這邊來 然後 這樣也是三格 確定 然後再CtrlR 確定 OK了之後呢 我們再把 正面 歪方向 調成像盾牌的形狀 那我們的臉就是一個 倒三角的盾牌 那同學呢 一樣你要調的話 調右邊這個點 同學人在點層級裡面 按G 就可以微調 G G 那這裡喔 同學在移的時候 會分叉對不對 你就GZ就不會分叉 G Z的話它只能上下 就是按G的時候要 附帶一個Z GZ 這樣就不會歪掉 好那我們現在正面呢 已經調成盾牌形狀 那側面呢 又三分割 就這樣而已 好 那 這個喔 也不是說 一定要跟我做的一模一樣 只是大概了一個 分割原則而已 其中的暫時做到這裡 畫面好看 正面盾牌 那側面三分割 好接下來呢 把側面的面喔 稍微內縮一下 正面是Y嘛 通常都記得正面是Y 然後側面就是這些面 那你在面層級喔 選這九個面 好同學按S S的話 就是 可以縮小 那你如果 看不準就切到X 這樣就會看到它的縮小的面 大概縮一些就好 正面是盾牌 那側面這裡又有縮小 好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把那個 頭的形狀喔 做出來 那我們現在切到這個方向 好然後呢 好然後呢 對準之後喔 我們一樣開始調整這個點 同學呢 最 因為 主要的是 像額頭啊 這些喔 都把它調到比較圓嘛 就這樣 先往這裡靠近 然後開始會有下巴的感覺 我們的下巴是朝左邊 所以這個 這個就下巴了喔 那這兩個點是脖子 那同學呢 就憑你自己的 可能你都有看過頭部的形狀 大概形狀調一下 那為了凸顯 鼻子這個點要往左移 這樣就一個鼻子的形狀出現 好所以說我們的 頭的形狀 頭形就這樣出現啦 鼻子在這邊 下巴在這邊 脖子在這邊 後腦在這邊 後腦在比較頓一點 就可以了 那額頭這裡比較圓 做個區隔 不然你會分不清楚前後 好那現在呢 大概有一個 簡單的頭形出現 就有點像在雕刻啦 好那請同學呢 再說一次我剛才操作是 這九個面先縮一下 因為你說一下才能讓它有立體感 然後 再從側面這裡呢 X方向 去調出頭形 記得鼻子操作 那這個也沒有說什麼規定 就是 偷偷看過雕像 或者是頭的側面 大概就長這樣 畫面給你 你憑你的手感條 這個沒有什麼對錯 你要增加立體感的話呢 可以從這裡 然後 G稍微往內一點 就是這些點呢 都往內 那這個臉部的位置 大概就確定了 好然後 這個邊角呢 再往內一點 後腦袋這邊也是一樣 反正都是往內條 好 那它就有個立體感 你要調邊也可以 這個並沒有什麼 特別的調整方式 就是 一直往內縮 然後讓它本來是從方塊 慢慢變成球的形狀 要調點 調邊都可以 好 這樣就是 變圓了 接著是 頭頂的部分 頭頂呢 也是一樣都往內 那我們這個動作是有點手動 就讓它盡量往內 好 那現在呢 它本來是像一個方塊 慢慢就會有個立體形狀 好這樣大概就可以了 接下來脖子到底在哪裡呢 脖子就是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區域 那等一下呢 我們現在就是選這個面 往下 長 好同學切到正面之後 同學呢 按下 1 ABC的1 然後就變這樣 可是 是要往垂直的方向 對不對 那同學呢 如果你要往垂直方向 可以使用 這裡有三種不同的擠出 等一下再介紹哪一種 請同學呢 還是花一點時間 把你的頭部挑得更圓 我們再來做 這個脖子的預選 只要是這個面就可以了 好現在畫面 還給你 再把它挑遠一點 同學呢 接下來選這個面 然後你剛才已經存檔了嘛 現在是怕你做錯 所以存檔 那我們按下 ABC的1 按完1之後 就不要理它了 為什麼 因為你按1直接拉出來 它可能會變成不同方向的 好同學按1之後呢 再垂直往下拉就好了 就是 你不要按1然後拉出來 它會打開嘛 那同學確認一下 你目前的1 1的話是這個 好那這裡有一個 朝滑鼠去擠出的 你可以選最後一個 好反正按1之後就不要再動了 然後再按下移動鍵 支支往下拉 那你的脖子呢 就不會分開 不然你會做成兩個 好那接下來我們從這個 這裡去看一下 那這邊脖子很粗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邊線再稍微往內調一下 選這個邊 往內調的話就不會那麼粗了 就稍微有一點 像雕像一樣的 側面的感覺 稍微調進去 好暫時先抓到這裡就好 然後從側面看 側面的話呢 同學有看到 x的話 再選這個點 把脖子下半部稍微拉寬一點 那同學呢 還是一樣用透明的話 會比較好 那通常用s s是縮放嘛 同學呢 sy 就是往這個方向稍微擴大一點 這些點就稍微擴大一點 好 那暫時呢 先把頭型 做到這樣子 畫面還給你 記得按下1之後呢 不要直接拉出來 用移動反而往下移 不然會岔開 同學呢 為了確認不岔開的話 同學呢 你在這個模型上 右邊 我們不是有禁設嗎 把剪輯打勾 剪輯的話 意思就是說 在中間點他會把它合起來 不然的話呢 你這裡的兩個點 會變成四個點 所以同學呢 這個剪輯 你先打勾 然後再來做這一段 後面後面 現在趕快打勾也來得及